你二十多歲就踏入演藝圈 易軒咧 你二十多歲就踏入演藝圈 是說 你很驕傲的是 你沒有聽經紀人的話去整形 對 因為我會覺得 那時候二十多歲就順理成章的 就默默的進來演藝圈 然後但是我覺得第一個驕傲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圈子這麼多年 我覺得沒有學壞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還滿做自己的 第二個就是因為當時 那時候也是有經紀人嘛 然後他甚至那時候會希望說 他覺得我的樣子很適合當主播做主播台 因為我就是脖子以上OK這樣子 脖子以上OK 都OK 全身都OK 就是很肉啊 所以就是只要坐在這邊就 就拍這樣子就好 對 他是屬於小臉的女生嘛 對 就可以騙人 然後所以後來他就帶 甚至真的就帶著我去整形醫師那邊 然後給醫生這樣檢查看看 然後後來的建議就是說 希望我要動鼻子 然後要把我的鼻子整個要加長 因為他說這樣正面拍的時候 就是那個鼻子不夠長這樣不好看 然後好像會看到鼻孔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就說 你回去想想看 要不要真的這樣子去動下去 然後後來我回去 真的很認真地想這件事 然後後來也跟爸媽討論了一下 就會覺得說 雖然就是身為在演藝圈一份子 好像就是對自己的外表負責任是 其中一個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就覺得 就是我還是覺得說身體 把福就是受之父母嘛 然後我就覺得說不想動 所以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就是從頭到腳都不敢動 任何一絲一毫的東西 我就覺得說 起碼就是在這個圈子裡 就是我一直很認真地做自己 就是沒有說像什麼樣子的事情妥協 說也曾經會碰到過瓶頸 那很多女明星如果說 譬如說長得漂亮或什麼 要突破瓶頸的時候 大概就拍寫真集 或者是什麼 或者自我挑戰 為藝術犧牲一些裸露的戲 妳也曾經碰過 而且那時候有一陣子不是很流行 各式各樣在寫真 就是有什麼半裸 什麼男生女生其實都在拍 對 男生也是念很壯 對 然後後來 還有男女合體的 對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哪有男女合體的 有啊 就是拍一些很漂亮的那種姿勢 他在那個什麼雜誌上面的那種的 對 但是我自己可能就覺得 我還是跨不出那一步 然後可能要露什麼點 露什麼點 然後我就覺得說 算了 除非今天 李安導演叫我要裸 那就裸 對 除非是那個時候 攤尾拍那個射箭的時候 對 那其他我覺得算了 就不需要拼那一下子